继续每天给大家提供的三条片 这个咸白与大妈春 昨天当然啦 那些片里有些朋友说 你呀 常常关着欠自己 我老婆说 拿着这些东西 你呀 你干什么呀 常常欠自己 哇 我很害怕 现在四点多了 他都没煮饭 谁吃 真的再这样下去 我以后没有饭吃 现在很害怕 怕得很重要 所以不敢了 以后不敢欠自己 大家欠我了 以后我不要赚自己 OK 今天要和大家讨论一件事 就是这条片要讲什么 大妈春和咸白 并没有像大家那样预期 又是因为街市 陈生陈太报摊的老板 接受访问 说对整件事有很多质疑 陈生陈太再次现身 说了很多很多东西 他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想提出很多疑问 希望大家可不可以提醒咸白 什么东西 当然对大妈春有些攻击 这对报纸夫妇 已经和咸白认识了一年 他们说大家很亲密的关系 常常一起吃饭 常常聊电话 所以很了解咸白 真的一说就是这样 透过他们 我们大家了解了很多 咸白的过去 咸白的性格 咸白的个人 以及他的家人 另外也很了解 整个过程 因为大妈春来这个街市是怎样的 他们在街市里面 当然很熟悉的 怎样去和咸白 大家搭上 接着整个发展的过程 他们两个 就全部看过了 大妈春 没有回应 并没有回应到这些东西 但不要紧 我们今天试试 究竟从咸白 和陈生陈太 这些 到现在算是一个矛盾的关系 为什么呢 陈生陈太到今时今日 他都说 我就是不明白 为什么这个男人 可以突然间变得这么厉害 难道真的喝了迷汤 迷云药 中了降头 很多人都说了这些东西 因为陈生陈太都不明白 当然了 我都说其他KOL 都是比较年轻 于是比我这个 人生经验比较多 又是一个专业的编剧 很棒 你留定的事情 赞你自己 不要赞 再赞就被人骂了 我们可以发现什么 从中可以发现什么 尽要信息 甚至乎可以学到 什么人生的教训 这一集很重要 真是 透过很简单的事实 就和大家推断了一些 很严重的分析出来 这一课真是 很值钱 拿上去劍桥也值钱 真是 是不是可以收钱 好了 陈生陈太的质疑有很多 包括什么呢 为什么他们两个身为好朋友 就认识了一整年 每天都一起吃饭 不停警告提醒 这个鹹巴 不要啊不要啊 那是怎么怎么怎么 你不要转到他 陈生陈太太觉得 已经不停提醒了 其实我们都曾经试过 我们提醒朋友 或者朋友提醒我们 都曾经试过 或者亲戚这样的事情 就是不要这样啊不要这样啊 就是等于你看到小孩子 或者你的子女 那不要做这些什么 今天就弄出了 是什么呢 说了你了 这样的事情 很多时候都会这样 你会提醒一个人 为什么 因为你会觉得 你自己 在他的生活当中 是占了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 同事的 你是很了解他 对不对 那你会提醒一下 难道有个人在你那边做了什么 你提醒人家 有什么关你鬼事啊 关你差事啊 对不对 就好像那些人留言那样 就是人家两夫妇的事啊 人家勾战义 关你差事啊 你认得人家呢 真的很多 你这样的对白 何况你在街边 就能看到一些东西 或者你街市 如果啊 涵白 即是立了解 除了布摊之外 有没有其他人 发型屋的 那些会不会走出来 涵白你不应该这样 他会不会讲很多 不讲啊 阿伯说了的了 你听听不听 阿伯说了 一句而已 不是 就是陈生陈太 肯接受访问 因为他之前都说 十五日 他都说了 涵白 他现在下来十五日 我就劝足你十五日 他自己亲自说 为什么会劝足十五日 你记住 在一个人劝的过程当中 其实他有个前撤 什么啊 第一 你和我之间 我们是非常熟的 那我才敢劝你 是不是 要不然 两句就算了 这是一个前撤 第二就是 我觉得我在你心目当中 是有一定的分量的 因为我是你的朋友 是不是 你是重视我的嘛 我们大家都这么多 就是这么多时间在一起 所以我去劝你 我觉得 我有机会 有很大可能性 动摇了你 挽回你 因为你听我说 所以你就出声了 对不对 如果你不会听我说 你也当我说了 我怎么会理你呢 所以陈生陈太太不明白 他们这么好朋友 他们这么认识涵白 他们这么大力去劝了 为什么斗领都动摇不了 这个涵白 这个是不理解的 所以到了今时今日 陈生陈太这对夫妇 都是不明白 亦都是他为什么 走出来去找 现在的KOL WATER 去说 他认为 他死心不息 就是 喂 是不是我们当日说得不好啊 还是说怎么样啊 我现在再出来 他现在说一些 是人之前没有表达出来的 他觉得更激 更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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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揭得更多 这一个大妈春的事情 于是他会觉得 我不如有些事情 我不说 袁翁 我现在揭露出来 说出来 希望 尽最后的能力 去救一救 涵白 他的心态就是这样 对不对 首先你要记住 记住 不要只是怪 不要只是你说 我劝了这么久 为什么他不肯 原因是因为你要记住 这两个人的关系 是你自己本身 会觉得 等于你劝个儿子 喂 大哥 我是我的儿子来的 我是亲生的 我自小教他的 我平时又对他好 所以我说话他会听 就算他不知道在外面 他也会有警醒 这一件事 就是你对自己 互相和这一位人物的 关系的信任 你会觉得 我是会影响到他的 你记住 这个才是陈生陈太太的前妾 于是乎 他觉得 不是吧 我也说不定他 为什么没有可能 所以他现在 在疑惑着一件事 到今时今日 他都在疑惑着一件事 有什么理由 以我们认识的陈生的涵白 他就是一个单纯 很正直的男人 一个老人家 很喜欢和孙儿一齐 子女一齐 有空去玩 他又这么有钱 怎么会这么容易 被一个坏女人欺骗了 他不是这么笨 但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为什么我们一直提起 那里是火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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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过去 他还是用头终下去 还要 混身 义科 这样 所以陈生陈太太 真的是激死人 你明白吗 就是个point 在那里 这些是不解的迷 那当然是要我们这些老人 用一个分析的方法 和大家解释 记住 每一个朋友 你都会这样的 你有没有试过 我勸极那个人 他都不肯放手 他都会忽略那些错的东西 对不对 你有试过 又或者 你见过有人是这样 都明白 旁边的人 跟他很熟的 很理解他 他都说了 他都还忽略这样 为什么呢 这个关键 就要去学 为什么 明明是对他好的 这个警告很清晰地告诉他 他又平时都很重视我的意见 是我的好朋友 我又很了解他 他又了解我 为什么他都仍然不听我说 为什么 这一件事 是不是很精彩呢 好 我可以告诉你 当中的关键就是 以下我说的一句 是陈生和陈太 以为自己很认识 是陈白 听不听得懂这句话 人生就是这样 你呢 对自己很有信心 所以你就走过去劝我 那天 你有信心的原因 是因为我好认识他 好认识他 没有一个表 去衡量 等于有些人说 我身体健康很健康 我一定没有血压问题 一度 哎呀 血压高 因为为什么 那个仪器是不会骗人 你要信他的仪器 对不对 科学是不骗人的 你 陈生陈太 很认识 这就是陈生陈太 透过一年时间 和陈伯的交往 他认为好认识 好了 陈伯在一年前 大家就出现这个街市 然后跟他们交往 每天都在一起 每天都在一起 表面上 涵白给他们的信息 他是一个千多万身家 收租食息 过日子的 休闲老头 对不对 陈生陈太 就很信任对方 涵白都很信任他 这个是合理的 因为他开了当后 有时候 你又帮忙 看看当后 那里面有些钱 你都负责去收拾一下 那种东西 那陈伯从来都不够 那你会不会觉得 这个人 就是不会说 扎子帝帝在那里 就是我们可能有 三五百元 他会摊出一二百 在那里 所以他会相信他 那 还有陈伯一向都不同 他们说大话 就认识一下 哎呀我什么什么 那样 又会跟他说 家常啊 子女啊 所以他们认定 陈伯是一个很单纯 很正直 就很 一般的 就是很可爱的老人家 那样 那在简单的对话里面 你可以看到 就是陈生陈太 没有描述过 他认识的 涵白的从前的工作 那就是什么 那似乎 那似乎 涵白不是很喜欢 跟别人透露 他的以前的工作 就会说你才知道的 哎呀我都过去了 不要说了 那些这样 你看到 就是这个 陈生陈太太在一个房间里面 没有很少的 不会说 他以前做什么 不会 他说你以前的孩子 他跟孩子什么什么 那些事情就是这样 甚至乎 我看不到 他说 有跟子女有直接的交往 只是跟陈 涵白而已 那就是说 如果涵白是想隐瞒一些东西的话 他是隐瞒到 但当然 就是 陈生陈太 就人生经验是很单薄 就是我们一坐在一起 知道别人的屁股间 很喜欢说他的家人 那我们就会问 那你以前做什么工作的 哪个 我都知道哪个 你哪个 哪个 那些事情 就是我们在北京 就认识了不同人 就是大家会谈的 就是 所以一穿起来 你不能说大话 因为我 比如你说在哪家公司做 我都知道某一个人 你说 哪个电视台 就是哪个 你懂不懂哪个 我都说得到 那 如果对方回答 就知道 是不是 所以你很难说大话 当然北京很多人说大话 好了 那 当个人不说那样东西的时候 我们特别喜欢说那样东西 就是你说了子女 我不跟你说子女 我跟你说你的工作 就是 你以前做什么 哪一行 一说你的行业 我又知道你究竟 信不信不信 就理解了 还有 我就会大致知道你那一行 你赚钱的情况是怎么样 你情况是怎么样 因为为什么呢 现在这个情况是比较特别的 有些人可能不明白 就是全香港有多少个人 老人家 老人家 会走到街市那里 找人爹 这样过生活 你发觉没有的 是不是 没有什么 就是 通常来说是什么 就是去公园 一班伯伯 捉伯伯 捉伯伯 咪咪咪咪大家 为什么呢 因为同声同气 你讲的东西都差不多 那就可以了 那etta 涵 colleg 赛说自己很有钱 就是说我之前提过 那你周quir就住个公室 一包住does 你的房子里 你说屯门又有 кол NH gun coot 那你怎么又出现 自己就住,你都差不多了,没了几年了,你不用怕了,对不对? 根据,我曾经看,根据咸伯的住屋,他的衣着,和他的洗肺,甚至他之前有些照片,和太太,拿一些蛋糕,那些蛋糕的模式, 那些照片,和那个装修的家,我可以告诉你,他绝对不是一个有钱人,千几万,我不相信,有些人有,有些人有很多钱,但是他都生活是很简单的,甚至是简陋的,他喜欢这样,有,但是问题是,他某些东西就看了出来,但是咸伯是没有一样,你看到,他是有钱的,而呢,没有钱的东西办,有钱就有,就是什么,他就禁边。 我都有几千万的朋友,循运不带这些东西,不会带这些东西,免得被人知道他这些东西,无谓的,先来,只要是没有钱的人,就会带这些东西,就是我们小时候,刚刚出来社会,就是做编剧,就是人家是贵一点的,就是价钱,我们便宜一点,我们特地带金标出来,喂,我都不是恨你的稿费的,你给高一点就合理的,要不然我不做了,就是这样就会,但是你反过来,你说,就是年纪越大,我越不看这些东西, 你看我的脑子,你看这些东西,我说两句话,你就知道了,你不是知道我真了,那你回归吧,你不要搞我的时间,我们是这样的,这么高傲,因为你有料,不用那么麻烦,哪需要找一些装扮,什么东西,去打扮自己,不需要做这些东西, 而咸伯呢,你全头到云体,交换他说话的态度,你知道他是一个窮人,这个就是我的理解,就是这些人的话,其实你做伙计都麻烦,就是不要说做老板,就是他没有资格做老板的人,你看到,好了,这个就是我们的推断, 但是呢,街市,陈生陈太,不是这样的推断,为什么呢,那我就告诉你,为什么咸伯会,去街市那里打扮,而不去公园呢, 因为,为什么呢,公园呢,一大堆人,你不要以为,那帮阿伯,猛猛地,因为为什么呢,他们真的哦,吃盐多过你吃米,于是乎你在他面前,就是扮这扮老,说你好有钱,什么收租,什么什么东西,那他一句就得罢了,那你还在做什么呢,你都不应该这样的生活,你都很猶豫,你浪费了,你讲大话,是啊,直接一句就得罢了,为什么呢,不是,刚才, 先说,就是你这么有钱,你的车去哪里,70几岁都会开车的,有没有司机啊,就是你,什么的standard的生活,是代表了你自己,究竟背后是什么,是不是79岁,还想着拿了钱,多余了,就是不是这样的情况,就是等于你说,他去,就好像大马春,人家去养湖的,就不是咸伯说的,应该是大马春自己去养湖的,那如果是这样,就是你去养湖的, 老婆基人,平时有病,是那批中产以上的那批,你看他的生活模式不同的,起码他都会去马会那里,就是喝点东西,去那茶餐厅,多余了,不想和这些人在一起,这样的人来的嘛,或者去深水湾那里,自己的私人club那里,就是这样,就是给会费,给钱,是不是咸,哪是和这些人,就是这样的嘛,就是某些人, 这些人的身家的人是这样的嘛,就是分grade的嘛,分了,那么,当然有些人是会扮一下,就会去一段时间的,但是他熬不久的,我见过,是啊,好了,那就是,那些冯志明的那些,就是咸,曾经试过,在那扮东西,咸,这么好笑,咸,我有什么,什么会,就知道三、两次就玩完了,就是你没钱的嘛,在那扮不到,就浪费了,那么,好了,嗯, 那么,根据这种这样的模式,我就告诉你,咸白之所以不去公园,因为他知道,他这种这样的,认叻,假扮有钱的心态,是会在公园那里被人踢爆的,甚至乎他试过,那于是乎他就不去了,就是那些地方不是他可以认叻,不可以,就是他本身是一个就是为了,就是他喜欢认叻,所以人认叻,背后就是就是喜欢讲大话, 吹水,就是让人认叻,就是让人认同他很厉害,那接着他有一种光环的感觉,他就是喜欢这样的,哦,谁知道去到那里,那些人一踢爆了他,那就没人了,是不是先了,哎,那就不出现了,那于是乎,咸,他有佳事,那又怎样的呢,所以啊, 你会发现哦,除了赛档,赛档有老人家的,我跟你说,因为赛档那个,劳动力,不是这么夸张,有些阿婆呢,还可以做到赛档,就是不用她搬得太厉害就可以了,那其他的话呢,其实都要劳动力,那要劳动力的话,其实就没什么老人家了,没有老人家,就是那些相对来说,都是四五十岁的人多, 就是类似啊,陈生陈太那些,或者非法那些那些,四五十岁左右,那些的劳动人口就多了,他们就不是见识过做大生意的,就是你不要见那些公园的阿伯,有些人做过大生意,大佬就坏了,就跌了下来,又或者以前打工帮过那些大佬,见过世面的,是不是先, 就是起码半岛都去过,那样注尺的东西,不会是乱来的,好了,那由于他去这个街市,他面对的, 基层,我们不要说低下层,基层的朋友,那些是小老板,他们呢,就对你说的话,是微飞色母的, 为什么呢?他们连鸿吞面店,即是连鸿吞面店都没开过,真的,他就在一个小档口那里做了, 即是他们可能的身家就是那二三十万,那些来的,即是未得上数以百万计的钱, 或者是那些剪法的更加,是不是先,一路去找一下那些钱,或者技工的形式, 所以于是这个呢,这个行李便不同了,在这边呢,他反而, 捉到这一对那么单纯的夫妇,就听他们的说,就说,就是他们怎样怎样怎样, 那些事情你就聽完 那些對夫婦和他做朋友 他又不會說他不是侯人的錢 說別人以前做秀生業 他說就隨便 吹一點都可以 於是大家就可以這樣拍在一起 因為這一對年輕人 我聽聽你錢的東西都好 沒問題 你是一個老人家 我又不是侯你的東西 你無事和我看一下店舖都OK 有時候你去洗手間 有個伯伯在那裏幫我看著 看著一些東西都叫做幾好 所以我只是說 陳生陳太是一對很單純 和入世未深的夫婦 於是咸伯其實一直在那裡裝作 他過去一年 他說難道騙我們騙一年 騙十年都可以 就是在娛樂著陳生陳太 他不算刻意地說謊 他是講一些不講一些 就是這樣 就是說那些存款是我的 我吃息就行了 那裡有樓收租 怎樣怎樣怎樣 他整個街市都知道 我跟你說 真是有錢的人 不會讓你整個街市都知道 是嗎 怎麼會 最多說我兒子怎樣怎樣 不講自己的 因為我怕你謀 他沒有錢給你謀 他不怕 所以這個鹹伯 特地不去那些會拆穿他的老人 中心 就是那些公園 來這個地方 沒有人會拆穿他 那就OK 所以呢 普通人看見鹹伯 還以為是他 這兩個可能是他的 子侄來的 又或者是親戚來的 那就來幫幫忙 大家會這樣判斷 是不是 他又喝啤酒 在那裡嗨一下 幾好 就是這樣 有個檔口 讓他們去 讓他們嗨一下 那 其實對於鹹伯的判斷 人的性格判斷 相對於鹹伯和大媽春 這個故事 是非常重要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推斷出 大媽春之所以 會瘋狂地說 我一定要拿回他450萬 是因為他完全認定了自己 他已經徹底迷惑了這個 單純的 按摩的 鹹伯 你記住 如果你是一個 你是不是 這個黑社會大佬 你不是吧 你打算一個大媽春 可以迷惑他嗎 你是不是玩東西 是不是 不合理 如果他是一個 精明的老頭 又會做生意等等 你又說你可以迷惑他 我又不相信 沒有的 他反過來 他會找一個 會照顧他的 會 我見過 這樣就會 做生意的 是精明很多的 見識很多的 面對很多人的 所以他 我去控制你 不是你去控制我 好了 只有是 你要知道 不是怎樣見識的東西 傻一下傻一下 這個的鹹伯 就合理了 這樣就會合理了 但是反過來 如果我們認同鹹伯是傻一下傻一下的話 這對夫婦 這樣去叫他 他都不醒 又變了不合理 對不對 所以 於是乎 那些人就會說 中了降頭啊 什麼什麼什麼 你這麼無知的事情 在 今天 2024年 不要再說了 你這麼無聊 就是我以為我們上一代 就是我老爸老母 甚至乎我媽 我婆 那一代 才有人說這些無聊的事情 到現在 都什麼世紀 還要搞這些事情 真是好笑 好了 我們用正常的方法去推理 那 這個大媽春 會完全相信 鹹伯是被操縱 被他操縱 所以他才會不惜一切 就認同鹹伯的說法 這些錢是鹹伯賺回來的 而且 那個的 存在儲蓄的時候 是 雙簽的 兩個人簽名才可以拿 然後 這些銀行 是跟這個的 弟弟是合起來的 這一大堆東西 是違反了正常的情況 但是 只要 大媽春 是非常信任自己的手段 覺得 還有 很認同這個 這個銀行 是已經被他完全控制 這樣就合理 而這個 大媽春 怎麼會認同呢 聽一下陳先生 和陳太太說 就會知道 他說他第三天之後 已經過了去店裡 喝湯 然後他說什麼 他就一直點頭 一直點頭 為什麼呢 你覺得那個人 被你控制 其實是因為他的表現 對不對 你都不是認識很久 大媽春 認識很久 他們一齊在街上 15天 只要幾天 他已經覺得自己 可以控制到他 從那個角度 當然這裡其中一件事 更重要的就是 鹹白 不斷給錢 是不是 那 你記住 鹹白 這件事 是令到大媽春 投降的 為什麼呢 因為為什麼呢 就是大媽春 是隻雞來的 雞 給錢 是什麼意思呢 你想想 譬如說 你值一千元 是不是 一萬 算了 現在不值一千元 老實說 那樣子 當一千元 76歲 就怎樣了 收你一千元 好了 他明明應該收一千元 這傢伙給十皮 賣手很硬 你是不是瘋了 喂 你 你要想一下 你買個麵包 應該就是 一元 突然間這個人給一千元 他不是瘋了 是什麼 難道你說他很有錢 那樣子 不是這樣說的 他瘋了 他瘋了 這件事真的很好吃 你做這個 菠蘿包 好味道不得了 他就瘋了 對不對 他就瘋了 他就對這種東西瘋了 對我瘋了 我說什麼 他都說是 你只可以這樣相信 因為鹹白的表現 是一個瘋了 我善的老人家 所以 你必須要相信 大媽春就會覺得 喂 大哥我見過了 多少男人曾經試過給我 毒龍鑽 多少人試過 他的反應應該是怎樣 他有一個合理的比例 他不是在那裡 哇 飛得那麼厲害 這個就是被我迷惑了 就是瘋了 人就是這樣 然後他叫他做什麼 他就聽完他的話 就馬上點頭 這個是大媽春認為 他掌握了這個鹹白 所有一切控制了他 以及他已經徹底迷惑 其中一個最重要的點 對不對 合理 對不對 好了 於是乎 陳生陳太太都覺得 是 因為這個 這個鹹白 的而且他不斷點頭 不斷點頭 然後又忠了給他 這個就是個關鍵 OK 這個就是個關鍵 就是為什麼大媽春和陳生陳太都會認定 鹹白 會是一個單純的 好了 這件事很重要 為什麼呢 認定他單純 大媽春 去瘋狂地 去 給這些錢 去追追這四百五十萬 才是合理的 如果沒有其他 沒有其他合理的 而大媽春很認同 因為那個美式就是他自己 對不對 是女人都覺得自己很棒的 甚至於是 哇 看看我多厲害 你會違和了一個男人 嘿嘿嘿 完全就是能夠解決了整件事 但是 其實陳生陳太出來 再說這一次的時候 其實就是 就是穿了一些東西 為什麼呢 他都說沒有理由 為什麼呢 我跟他這麼朋友 對不對 那沒有可能 他會變成這樣 你以為真的有降頭嗎 那樣的東西 你解釋不到就是降頭 那樣的東西 那樣的東西 就是 而 銀行就說 哇 離譜了啊 他真的 就是你要順便 相信那樣東西 為什麼呢 他不斷追 那就是說 真的出了龍尿 那你要相信銀行也是出了龍尿的 哈哈 你就大麻煩了 那於是 你一不相信 不會 你說不會 銀行不會出龍尿的 不會跟他的弟弟在一起 那就死了 全件事就散了 就散了 就不能夠 就 合理通了他 對不對 所以劉定堅說 你一個正常的騙擊力 通了他 全部都穿了他 通了他 通了這個 兩夫婦 是啊 他很單純的 通了這個 就是 大麥春 是啊 他很單純的 所以我就很容易就控制到他 好了 於是咸白說的說話 完全真的 那些東西真的 就一定要相簽的 好了 那就是說呢 銀行真的騙他們 你要相信這件事情 死了 就去到這裏 全世界就停在這裏 不行 哎呀 死了 不是喔 文康不可能 於是全世界就站在這裏 就不會再想下去了 掛得 劉定堅就告訴你 不是 因為全部全部都錯了 就是咸白 就是由下去這個街市那一開始 他就在那裏說謊 這些老爺 我們見很多 就是為什麼呢 他特地不去公園 他就來這裏 因為你們這班人 他還要找一檔 年輕人做報紙檔 為什麼呢 你知道嗎 你要問一下自己 為什麼要找報紙檔 知道嗎 我介紹給大家 因為呢 剪頭髮呢 譬如你做剪頭髮 這樣 你有兩件事 第一 你很忙 剛剛才了 整天要跟別人剪 忙忙忙 當然了 你不忙 老闆已經可以掛了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你剪頭髮的時候會怎樣 你跟別人洗頭髮的時候會怎樣 那裏不能洗頭應該 剪頭髮的時候會跟別人聊天 對呀 不是這樣隨便說 走了 難道是這樣 你會聊天 你會聊天 逢是這些職業的人 他勉勉強強的 會對世界形成多些 為了做報反就麻煩了 你幾可見 就是少了 不是也沒有 買份雜誌 買份報紙 現在也沒有人買 跟你爹半個小時 神經病 沒有的 所以他們的世界觀 相對來說是狹窄的 還有更多的時間 跟鹹白就低了 沒有所謂 因為跟天文地北都可以說 因為為什麼呢 你來到放下錢 我一邊說著東西 一邊跟你賣東西 是不是先 很簡單 於是鹹白就找這些地方 就對了 對談對講 和他們比較簡單 單純 他們不會懂那麼多東西 就很喜歡聽鹹白說話 就由鹹白主動 那這些老人家就喜歡 他就可以吹吹吹吹吹吹 吹幾個都可以 因為沒有利益關係 因為為什麼那些年輕人 喜歡陳生陳太太 對我們來說是臭沙 我猜他們三十多歲 就是他們是沒有試過 被人家很大的欺詐 諸如此類的東西 人生經驗不夠 在我們的合作上去看 於是他就會覺得 他是一個好老人家 怎樣怎樣怎樣 所以最後他都走出來跟他說 但現實上 通不到那條橋 只有唯一一樣東西就是說 鹹白他本身就是一個 屎乎鬼 他呢 很色情的 很賤格的 好了 就年輕的時候 曾經試過又好賭好食 跟著呢 就衰了 就老婆要救他 賣了一間樓又好 什麼成的東西 於是乎呢 就叫子女夾住這個老人家 於是他過了 他過了九年 是過了 就是太太過身之後 在之前可能還有九年的 就是在這裏十幾年是 他是不能動的 他死了在這裏 他過了一段生活 但是他的心底 還是一樣東西 喜歡吹水 喜歡吹牛 喜歡認識 於是乎 他就找了一個地方 就是叫做暴灘這一道地方 他就玩了一年 那個情況是這樣 那 於是乎呢 因為他懂事 你要記住 他是古古惑惑的 騙了暴蕩 陳山陳提一年 所以你反過來 他知道 遇到達賀春這個人 他第三天就開始 哎呀 你得到紅色 好料啊 厲害啊 陳賀春就覺得很棒 那他又 給他聖的服務 哇他給你十萬元 哇 那這個陳賀春就覺得 哇 我呢 這個男人還不正 是不是 是他主動反而叫他結婚 對不對 他以為釣到金龜 其實 下半天就說 啊 好了 我的下半生有人 我的下半生 和下半生 都有人幫我去服侍 這樣 這個就是 涵白的方法 再加上 就是我之前說過很多次 就是他有公屋 他搬進去 就擺脫了他的兒子 對他的牽掛 就是 鎖住他 不讓他走到別處 因為你要地方睡啊 大哥 現在不是 是 我有這個 就是 他有個白鴨仔 那個白鴨仔 地方大一點 於是乎 他就可以搬進去 整個過程是這樣 這樣就變得完美了 明白嗎 所以現在的問題是 因為 因為 涵白在過去的一年 和陳山陳太太都沒有利益的關係 所以呢 他就沒有太大的 發現說 涵白有些什麼 就是 他不覺得他自己是一隻 老狐狸 沒錯 其實 涵白就是一隻 超級老狐狸 大家 和陳山陳太 就上了 人生很重要的一堂課 叫什麼 知人口面不知心 這個老狐狸 就是痴伏在街市裡 你看到他沒有什麼 笑笑口口 平時就嘻嘻哈哈 和你好講好聽 吃飯 那樣的東西 是的 見到 咦 就是有個肥女人出來 這隻雞 他知道 怎樣反過來吃這隻雞 這個就是 老狐狸 我們稱之為 千王之王 這個就是這樣 你看到 很累 什麼什麼 那樣 大媽春 他就說什麼 那樣 為什麼呢 你一處灌穿 你看到 只有這樣 才能合理化所有其他 東西 變有這個世界 所以你 解決不了你 下降頭啊 什麼 我最簡單的說 一件事 好了 我當你的降頭是真的 當你的降頭是真的 我推你 馬上踢爆你 大媽春 不用問 這樣的 七十九歲的 罵老 找個 三十多歲 五十歲 好不好 是不是很多 很多人有錢 對不對 我一大堆的朋友 五十多 六十歲 很有錢 下那些 笨 不是白癡嗎 找個七十九歲的 失時夾慢 來去下降頭 下那些 不可能的事 所以不要再說 這麼無聊 這麼低能的事 很怕些 唉 那些人 說完這些 沒有意義 這麼低能的事 我 沒有興趣去說這些 好了 那就 回應一下 大家有些 問題 陳先生陳太 強調 鹹伯每天 喝三至四罐啤酒 不到錢 只是賺合財 我認為 和 哦 Sorry 這裡是不是 不是 Sorry 這些 我去看看 這裡 好了 這裡是 有關 鹹伯一早已經跟別人說 她的小女 咦 是不是這些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亂了 先 我找回大家的留言 不好意思 真是 很複雜 你知道 你現在 原來 之前 沒有 沒有整理好 不好意思 讓我現在找一找 希望今天 大家會滿意 OK 在這裡 好了 我先看 哎呦 這個讚我 由開始第一次 聽劉先生說的 視頻已經非常欣賞 每日起床 第一件事就是 打開電話 聽劉先生的YouTube 謝謝 謝謝 這個是最新的 剛剛有剪輯 謝謝大家 我希望 我的視頻 可以令到大家 可以在一個 智商 動用的腦筋裏 尤其是很多朋友 是 開始退休了 有些說 我是老婆婆 我七八十歲 我很喜歡你 行不行 當然行 沒問題 越多老婆婆喜歡我 越開心 我多開心 我也是老伯伯 沒問題 我是年輕一點的老伯伯 沒問題 繼續 喜歡我 喜歡到我 變成八十歲 完全沒問題 OK 我和我老婆說 我 網民和他分享愛 OK 好了 多謝大家 每日起床 第一件事 打開電話 聽聽劉先生的YouTube 多謝 多謝 如果肥仔 大伯春 真的愛惜自己的白卡仔 為了搶錢 反轉去攻擊傷害別人的兒女 就應該長留在兒子身邊 OK 不是走去老去內地 我去分析的是她的兒子根本沒有精神問題 是胖了 身上屎 搞這麼多愚蠢的小動作 虛心事 第一個問題 其實 我也相信她的兒子不會很嚴重 但是因為抑鬱症 是可以食藥控制到的 所以她是可以拿到白卡 但是並不代表她沒事 又不代表她很大件事 就是抑鬱症 但是抑鬱症你知道了 可以去到自殺 所以要小心處理 這是真的 那你說她回大陸 是啊 其實她也要賺錢 是不是 那你現在只剩下直播的路線 所以就去那裡 所以這個也沒有什麼矛盾 好 另外一行友 你的分析是合理化的想像 在鏡頭前大家都覺得大媽春搞何伯 鹹伯 但是私底下可能是 鹹伯只是當她是一個照顧者 大家互利互為才可共同生活 那 你這個大概的邏輯 但是不能夠解釋了很多事情 第一 鹹伯在短時間裡面 金錢歸11萬 錶10萬 對額有10萬 只是這裡已經30幾萬 還有一大堆的 即是那些什麼 過年 那些後來她入貨 那些大堆東西 她當她是一個 即是水魚那麼湯的 看得清楚 那裡應該是五六十萬 起碼 即是連陳生路 還有那些什麼戒指 那些鏈 一堆這樣的東西 所以你要預計 就是 你記住一下 在那個檔口 離開之前 15日 陳生陳太能夠掌握到 大媽春 和鹹伯一起 因為經歷的時間 最多只有15天 OK 而剛才所說的大堆的禮物 是錢來的 起碼五六十萬 是15天之內發生 那當然我們就覺得 現在大堆的禮物 現在大堆的禮物 都說 哎呀我們啊 她完整這裡 之後她再去了台灣 她才敢追我 我們上水 因為現在人在這裡少她 即是你是雞來的 如果不是 對不對 這麼快就和人上床 那她現在就 哎呀不是我們愛情故事 剛剛的做 哦 你有沒有聽過 有任何一個 她超級 很漂亮的 扔一聲 我想流亂紅的 都還未到 我床也未上 然後 已經送了 一百幾十萬禮物給她 還未追她 還未追 有 我當然聽過 吸過幾十萬的手錶 有 但是她是說 多少百億身家的人 即是你說 還有 還有 不是你這條女的 大哥 你什麼質素 你行屎開 你洗了 洗廁所的阿嬸 即是 這些事 是沒有可能發生的 即是 陳生陳太太 看到他們的 即是一起的時候 那個情況只有15天 已經送了大約 我們估計都起碼 70萬左右的禮物給大媽春 你想想 即是 這樣算不算是 什麼 照顧互利 互衛 這樣 不是這樣 這樣 那絕對是中毒 對不對 所以 對這個 的報紙檔 陳生陳太太 她覺得 絕對好像 喝了迷雲湯 那樣 中了 否則這麼瘋 對不對 你要解釋得到這個 喂 神經病 給了這麼多錢 所以大媽春 才覺得自己完全控制著這個男人 對不對 所以 鹹伯最厲害的一件事就是 付錢 你也要記住 她這麼肯付錢 有什麼好處呢 我告訴你 我的銀行戶口 有450萬 鎖了在這個 戶口 我另外這裡 還有70萬 我全部賣給你 那你會怎麼覺得 對 那我肯定是 對嗎 我15天都借了你70萬 你想想 你那450萬 是不是遲了是我 百分之百 所以大媽春 在她去旅行那段時間 大媽春每天在跳舞 哎呀 慶祝 兒子 我們什麼時候搬去哪裡 怎樣怎樣怎樣 一定是這樣的 對不對 喂 以後拿出一些額出來 哈哈哈哈哈 70萬 哈哈這個傻子 哎呀 已經70萬了 絕對白了 對不對 所以他後來 這個男人回來之後 他才抓到銀行裡 結婚了 立即離開 結婚之後 然後說 有什麼搞錯?我拿不到錢?不是吧? 這個反應就合理了 明白嗎? 再回來一次 大家就理解到大媽春為什麼這麼激氣 因為他基本上那四百五十萬 覺得已經移入了自己的袋 頂!他們那些傢伙 這樣說不給錢? 神經病!大媽春真的生氣得 頭髮著火 就是這樣 你明白的情況 就是因為 十五日七十萬 給! 大富豪這樣 這樣才是真真正正 令到大媽春不能夠接受 哎呀!不是呀!他玩我! 你扔七十萬給我! 說玩我! 你信不信? 老實說,七千元也沒有 如果你給普通的恩客 七千元給你 給多了你 很糟糕 他不是給七萬,是給七十萬 於是令到大媽春現在瘋了 不是鹹巴的 是啊!錢可以令人瘋了 所以為什麼他說 我可以賺到多少錢? 四百五十萬 他已經覺得很危險 好了! 所以不是什麼互利互為共同生活 不是這樣 他們兩個的衝擊性不像你 劉先生我已經很喜歡你 不介意我是個老婆婆 說過了,不介意 我老婆也很開心 我有老婆和老婆婆 很棒! 很厲害! 繼續多點老婆婆 不要多點老婆婆 多點老婆婆就可以了 好!堅哥的力量 第二位 如果香港來港分級數 你已經達到爐火純青的博士級 多謝! 分析的力量及表達能力 已經拋離其他KOL 真的太多了 真的見到堅哥的尾燈 當你贏 多謝!多謝! 這麼讚賞我 有些害顏 這次很少的 通常我都會說 不是啦! 不要那麼囂張 我老婆在罵我 河馬的皮膚一定是腐爛 這個我不懂 因為常穿長裙 遮遮掩掩 不得見面人 他腳這麼肥 穿長裙 又真的 不會搞到世界這麼污染 因應前做雞 因應前做雞 可能以前做雞 可能現在周身獨 如果不是 就夠不夠膽穿短裙 短裙出 他會吐 老實的 老實 最怕你真的撿到一件毒碼 不知道 這件事我不敢 我不敢想像 因為我們是做畫面的 你說完這些話 我會有個影像畫面 死了!我現在可能會吐 不要啊!不要啊! 我還沒吃飯 現在五點鐘 我老婆還沒給我下午飯 應該可以吃的 在下面 好了! 河馬的皮膚 在這裡說了 我很早就直覺 鹹白是個最賤的老千 哇!厲害啊! 大媽其實都是受害者 避脊失時 靠慢遷了 他不要緊 他已經收了70萬了 一直在追逐450萬 鹹白 神早說清楚自己根本拿不到 換言之 大媽被謊 精鹹白 大話玩慘 難得世上有個柳sir 這個KOL 和我有一個直覺 並 我不是直覺來的 我是分析來的 好了! 並能夠發揮驚人詳盡的解讀能力 敬佩的柳sir 多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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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直覺 我就肯定不是 我沒辦法 我以前做編劇 我一定要這樣 好了! 另一位就說 我就是聽你李隆基的分析 李隆基的事件 跟蹤劉生到現在 再聽你說歐戰儀 完全真心佩服 認同你的分析能力到家 多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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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以後更多的KOL 大家都一樣有分析能力 這樣就好 你甚至會質疑我分析能力 喂!劉先生! 不是呀! 現在我也有你這麼聰明 你不要這樣欺騙我 這樣我就最開心 唉! 真是 能夠將自己的能力 去分配給全世界的人 這是最快樂的事情 好! 就是因為柳sir有咬文著字 官人以微的穿透力 所以把其他KOL給下去 糟了!我這樣讀化讀化 別人還以為我特意找一些人 去讚我 謝謝 大媽春專家 其他KOL 都說 糟了!全都是讚我 糟了!不要說這些 堅sir!初時你做Youtuber 拍聲誇張 整天抑壓太肉緊 所以看到很煩 所以很多人不喜歡 現在自然了 謝謝 跟我們好像聊天一樣 我們就覺得親切 所以多人喜歡 謝謝謝謝 我盡量收念一下 謝謝支持 聰明、聰明、聰明、有智慧的人 通常被人羨慕、妒忌 不過這些特點 若有人天生就沒有的話 行都行不到 其他那些 之前說柳sir壞話那些 都是說話內容白癡、空泛 為說壞話而說 看了不夠三分鐘就沒有看了 謝謝 這件事是這樣的 所以我老婆經常說 我老婆經常說 沒有所謂 你越看越認識他 如果你真是欣賞那些 你就不要欣賞我了 很老實 你也不會欣賞我 沒有所謂 謝謝 支持劉定堅 謝謝 好 八十老人證言 要聽一下 你的病原在鼻 你的病原在鼻 不在喉嚨 鼻 請你私家醫生參考一下吧 溫馨提示 請不要見怪 多謝多謝前輩指教 我去找醫生見我 我約了醫生 好像是今個星期會見醫生 多謝 好 最後一位 劉先生想像力太豐富 很多時候都吹到太規張 太誇張應該 不過有些點 是要回到 經歷和想像力的人 才能推斷得出 多謝 好 另外一位 劉先生博學多才 聽你的分析得很好笑 知多了很多話 聽到含血噴人 笑了出來 好TVP 多謝 49分鐘了 我想說到這裏 差不多 希望大家繼續 我特別說一說 天法 希望大家多些支持 了解天法 因為也有 多謝社福界的朋友 會特別提醒我們做一些事情 我也有回應 我盡量去做 其實在群組裡 大家一直都有溝通 把消息 但因為我 在這方面的知識 我不懂 所以我一定要交給一些專業的 在小組裡的朋友去幫助 我又不敢放那麼多 都是會社福的人進去 為甚麼呢 我知道會多幫助 但我怕幫亂 很忙 因為阿甲說完這件事 阿月又說這件事 那就變得不好 現在的情況 是他們覺得OK的 但我看到是需要時間 走下去 找一些社工 職員 希望我們可以很快 有個很好的消息 告訴大家 因為照看天法 那裡一定會得到 中援 我第一個目標 是先幫他做這件事 現在都在邁向這個情況 多謝大家 多些關心天法的事件 和天法關注小組 多謝大家 好 就這樣 記得點讚 訂閱 記得有你們的支持 我才可以關心更多人 希望你會繼續支持劉定堅 share這些片 給你 差不多年多的朋友 這樣就碰了 甚至乎有些說 我給我媽媽看 我媽現在 你分析得很厲害 多謝多謝 好 繼續支持劉定堅 多謝 拜拜